有一天晚上真的整個就灼熱到 就是心臟也覺得心律不整 覺得什麼毛病綜合起來了 我只好去急診室 那急診室醫生 胃死到逆流 對 對 胃死到逆流 我把藥帶三家都帶給他 我說我感冒一直好不起來 可是沒有大症狀 可是我現在好像要死掉了 後來醫生就說 直接晚上的時候去幫我去照胃鏡 就是胃死到逆流 其實你之後不舒服來急診沒關係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有一次馮媛甄 我有去過急診室走過胃醫師 喔 真的 沒有 其實 只要結霸 那一次是 我老婆會看 妳是從看他玩的那一天之後 回家就睡沙發 那一天啊 就是那一天 沒有 胃醫師看的是我老公 我是給另外一個急診客去吃看 對 我老婆在看 真的 老婆也在看 所以其實台灣有一個大的問題是我們的醫師 100個裡面有95個是四專科的醫師 那大家會發現 像原則已經幫自己診斷了好幾種疾病 其實我們需要的應該是 要像嘉醫科這樣就是一個全人醫療的醫師 應該比例上要多一點才對 可是台灣其實已經走到太專科了 所以會讓民眾是 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看哪一個專科 對啊 我之前我們診有一個家庭主婦 其實他其實在我們診就在治療高血壓 然後他每次來的時候 他就帶著一個 他兒子一起過 他兒子好像小學 小學大概一二年級 只是那個 一開始小朋友就是覺得 因為我看到那個小朋友長大了 他一直很可愛 來的時候都叫叔叔阿姨好 之後我就發現那個小朋友越來越怪了 進來的時候 就開始去扯我的聽診器了 然後會來拔我的頭髮了 然後會來咬我的椅子了 好 這很可愛的 小朋友可能是只是皮了一點而已 後來到時候我就問他媽媽就說 這小朋友你有膜帶去小學科看過 會不會有過冬的問題 他媽媽才跟我說 原來他過冬症已經治療了好幾年了 但是好像發現 好像控制得不是很好 越來越嚴重了 然後這時候腎殘科的質疑 因為這時候 我們這幾年來已經有很多研究 就是發現說 重經驗數跟過冬症是有關係的 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籤 後來我就跟他媽媽接應說 要不要現在馬上幫你兒子掛個好 我現在門診直接幫他抽血 我說我們來驗籤的濃度 結果一驗的話 他的籤的濃度是增長值得五倍以上 這是什麼咬玩具嗎 還是幹嘛 對 你其實生活之中很多 很多東西都很輕 只要是任何的染料 因為籤是一個最好的染料 我小孩子嘴巴都會亂放 油漆比較多 他們咬那個籤筆 還是那個玩具有顏色的 還是你去公園那個溜滑梯 塗得很漂亮那個油漆 都會 其實都很潛 我記得好像那個家裡在裝潢油漆的也是 對 在美國的話 像新芒那個小孩子要入學有沒有 他們都要測遷濃度 這樣的房子是舊房子有沒有 他們就覺得你那個油漆可能有問題 對啊 就這樣潛重點 後來這個小朋友 遇到遷濃度過後 再發現因為他家的附近有個電鍍工廠 他也常常跑去那邊水工那邊玩水 之類的 後來我們就給他那個凹河劑 金屬的凹河劑 其實他只吃了五天的藥 就好 吃五天的藥而已 金屬濃度馬上就講完 你現在今天看完一定很多媽媽抓小孩去走 對 你要被乖喝喝茶去吃 所以那個老師在教啊 吃飯前要洗手 這個倒是真的 因為小朋友有癌嘛 有一些汙染物在地上嘛 他們很喜歡都摸摸 吸摸摸 然後就是把藥藥 這小朋友後來 就我們把金屬濃度降到正常之後 他很神奇 他的過通症的藥物也慢慢的降低 過通症就得到很好的控制 後來就完全停藥了 再來有個例子 剛剛各位醫師也講到很多 就是下背痛的問題 也是癌症轉移的 但偶爾就是會碰到 這個病人也是 所有繞了一圈 精神科看過 神經科看過的 就是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跑到腎腸科來說 他說我這個應該是腎臟的問題 也幫他檢查完了 腎臟也沒有問題 後來再仔細問說 你平常還有在吃哪一些的藥物 他說我有那個 我平常在喝酒 我覺得我的血很油 然後我自己會去西藥黨 我會買一些 這樣膽固醇的藥來吃 他說你藥拿給我看 結果我一看 就是真的是膽固醇 那個藥叫史達丁 這類藥其實最大的附著 就是會造成全身的肌肉痠痛 然後他就通通集中在他的背上面 後來跟他說馬上提藥 就把藥一停了大概三天而已 他這困擾他多年的 這個背痛就完全停止 為什麼會有藥讓你腰痠背痛 這就是這個藥的副作用 對 江南夫橋本來就會這樣 會這樣 尾腰那個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機率很低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這個機率很低 檢查時間錯誤 當心延誤病情 要你命 分享一個例子就好 我們 表演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年 算是 應該算是少年嗎 對 還是女生就對了 親少年 他到 那個人就對了 二十歲應該叫少女而已 現在隨便稱呼 有時候說熟女 或是親熟女 還不高興 是少女就對了 三十歲還稱 親熟女有的也不高興 這全部叫女生好了 那 女性 對 他到醫院來是因為 他有點異常出血 可是問起來他是 可是問題來他夜精有時候 本來也會稍微慢 可是他是說 可是夜精量怎麼這麼少 那麼我們敏感當然就立刻怨孕嘛 懷孕 超音波一照 可是子宮裡面只看到一團團 小小的血塊 沒有看到一個真正的認成狼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那這樣子 你有可能 最可能就是 那他說我有這麼恐怖啊 我說那很難講 你就是回去呢 後天再來一趟 你現在抽個血 查懷孕的荷爾蒙 那正常的話 他後天會上升一倍 所以我們後天再抽一次 兩次一對就是到達案了 那我說你不用等了 因為這數字出來也沒有用 因為要看比較兩次嘛 那過幾天我們還會做超音波 結果就一般來講 我的原則就是說 病人他一方面是安慰 一方面是實際上如果 如果流產跡象的話 吃黃體素是有幫助的 叫他臥床休息吃黃體素 那一方面就是說 我常常說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好人 是壞人的時候 先假定他是好人 那你不知道是子宮外孕 還是子宮內懷孕 先當他是子宮內懷孕 可能流產 所以就給他安胎藥說 你先吃兩天安胎藥 你後天再來看一次 那他也覺得說不錯 結果他說這個方法就好了 結果回去就沒有來了 過了一個禮拜 被送到急診處去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他說奇怪那不是 我回家吃了那個藥就改善了 出血量就變少了 我說不是 那個出血量這裡面的血 差不多流光了 那你的重點是 懷孕是在子宮外的 那你上禮拜是看不出來 你應該這個時間點是不對的 你應該是這禮拜 兩天後來看 我們的那個抽血指數 應該是會上升一倍 結果你一週之後再測 也只有上升一點點 那如果是流產跡象的話 流產會整個荷爾蒙 可能會往下掉 那所以正常會上升 如果一個禮拜之後 應該上升更多倍了 但是他沒有 沒有就醫 所以重點就是說 醫生叫你回來 你又不回來 時間點 他會一直覺得說 就改善了 症狀就改善了 都沒有怎樣 等到一週之後是破裂 我這邊有個例子是病人 差點死掉 他才三十幾歲 他說他就是上腹痛 很嚴重的上腹痛 他就到我們計診室 計診室的醫生那時候 因為他要抽血 要一個多小時才會出來 我們不可能讓你在那邊痛一個多小時 所以通常都會先打一針子通針 結果打下去之後 超有效 馬上不痛了 結果他抽血起來也正常 可是因為他還是上腹痛 所以計診室的醫生 還是讓他到隔天的時候 讓他找那個肝臟科 胃腸的肝臟科 讓他照一個超音波 因為我們還是懷疑有膽結石 結果他一照 完全都正常 膽也沒有結石 也沒有壓痛 白眼球也通通都正常 所以而且重點是 他昨天就痛那一次 後來也沒有再痛 所以當然就覺得都很正常 都就放他回家了 就回家之後 六天之後他回來 又再到我們同樣一個急診室 又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來 整個敗血症 那時候血壓只有六七十而已 敗血症 對 整個敗血症 對 整個敗血症 那時候我們還是 我們電腦站還是給他一坐 肚子裡面就一坨 那個膽囊整個都已經爛掉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開進去 然後把那個處理掉 最後他有活 不過住院住了 快要兩個月才出院 很慘 那這個嚴霧是 對 其實它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其實它是一個 無實性的膽囊嚴 就是我們大家常常說 你膽囊發炎是因為膽結石嗎 可是有一些膽囊發炎裡面 根本就沒有膽結石 這個一般裡面 是在比較老的老年人 或是一些有糖尿病人 他們比較會發現 可是那個病人 其實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只是說 他當初在痛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膽囊發炎的 可是只是在膽囊發炎的早期而已 他只是痛一下 就覺得蠻痛的 然後你只痛一下 他就好了 而且他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便宜力可能上來的沒這麼快 所以你抽血通通都會正常 所以病人就是以為他自己都正常 他回去其實有痛 他就覺得說 他自己一直在吃藥 他只要痛他就吃一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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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壓不住他就吃兩顆 因為他一直覺得 醫生已經跟他講 他這邊沒有問題了 所以他那天會來的時候 是因為已經整個這樣爛掉 整個那個膽囊整個爆掉 他就來了 因為已經壓不住實在太痛了 他才被送到我們計程室 疾病錯過診斷時間 到底還會多嚴重呢 廣告回來告訴你 他一直覺得 醫生已經跟他講 他這邊沒有問題了 所以他那天會來的時候 是因為已經整個這樣爛掉 整個那個膽囊整個爆掉 他就來了 因為壓不住實在太痛了 他才被送到我們計程室 像我就曾經遇過一個老先生 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頭痛 那他就來就跟我描述說 他是從頭皮痛 痛到他的那個上額 然後他也會覺得眼睛怪怪的 那我怎麼看 看來看去都好好的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分布的位置 太像是那個三下神經 就是第五對腦神經的第一個分支 那個分布了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可是你要下這個診斷 你還是得看到診子 要看到水泡 對 你要看到水泡出來 所以他當初只有表現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神經痛的那個症狀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可能是 他就跟我要求 那醫師你就說 你覺得可能是你這樣對嗎 你都不給我檢查一下 我們來做個電腦斷層好不好 我會說你這個是神經痛 然後這個時候你檢查也 就算是電腦斷層 你也看不出來 你絕對檢查不出來